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姦二位在3月5日宣布 日中雙方基於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是最優先的事項等理由 針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日的事情再進行協調 確定將會推遲 日本毒脈新聞日前報導說 習近平原定以國賓身份在4月上旬訪問日本 雙方政府已經在討論推遲的事宜 主要原因是彼此國內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持續延消 至於推遲的時間 真是可能落在東京奧運會之後的臭怪 1998年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日本 也曾經因為中國的洪水問題從9月推遲到了11月 中國國家主席上次以國賓身份訪問日本的是在2008年的胡錦濤